防守 也是考驗 中間 中距離出手進 射擊 真的inside out all side in 柔宜翔 切入時被拉手犯規 而且我相信勇士隊的球員 要讓球隊能夠打得稍微活一些些 而不是處於像現在第二節 我被拉開了我就一摘一打 當然這跟昨天 讓郭少傑砍進18分 狀況比較不一樣 因為今天勇士隊已經取得大幅度的領先 沒錯 但我想徐靜泽教練可能還是會 要求他們的球員針對場上這種狀況 特別好的對手要盯防一下 Mbox Go to base line 剛剛進攻3 OK 這一次 中隊 所以就一樣西邊來守你 一樣走中隊 Z Send in Smart 中隊 好 現在 待會我們一起犯一個錯誤 Z We don't need this one high low pass HIGH LOW POSE 因為這個人他太下面了 太靠近哪個空 不能這樣給啊 就是轉換邊 就是轉換邊 PASS 另一邊 ROW HIGH LOW 不要這樣給 不要這樣給 最多是SEAL 給地板 就可以 SPEED OK 來 把手好 NO3 WASS 比較起來 感覺起來 周一翔在出手的選擇上面 比較勉強一些些 他大部分的出手都是對 末昌是滿大的 我覺得剩下的比賽 大概就是8到9場左右 當然 鋼鐵人應該現在要再想的是說 設定什麼樣的目標 在剩下的賽季 要怎麼樣來做調整 這是滿重要的 就是如果沒有辦法打進 基督賽的話 當然在晉級基督賽的球隊 包括像是勇士隊 他們就是要心裡要去調整到 最好狀況 中間今天的狀況就調整得非常好 上半場的命中率 超過70% 封掉15分 相當有效率 對 那賽瑟夫當然在面對 比如說像工程師 星巴的時候 他也會有一些防守上的壓力 所以我想 這些聯盟當中 目前看起來就是一個大洋將 配一個封線的洋將 這樣的組合呢 以PLUS LEAGUE